我冬天最常穿的12件大衣 第一套我把拼色毛衣塞进了皮裤 这样会显得身材比例好一些 鞋子选择了一双厚底短靴 皮裤本身比较宽松 对大部分身材都很友好 拼色小包正好可以和毛衣进行呼吟 第一件登场的大衣来自于Max Mara 这件育袍式大衣也是他们家经典款式Riato 它的长度更适合小个子新人 并且款式也相对休闲随意一些 Max Mara的材质也是很绝 非常的高级和舒服 这一套白色打底来自于 优衣裤Heat Tech保暖系列 外面套上一个毛衣小背心 不要太暖和 还有叠穿的效果 牛仔裤前面的开口设计 正好可以完整的落脱短靴 还可以修饰腿型 这件大衣的颜色我超级爱 这件大衣来自于Coach 有点军装风的感觉 精致的扭扣和袖子上的徽章设计 都很出挑 鞋子上面呢也选择了一双黑色军靴 配上和大衣同色系的帽子和包包 整体非常和谐 看过我之前秋季购物分享的小仙女 应该对这件大地衫不陌生吧 非常好看的拼色设计 配上牛仔裤让人眼前一亮 冷的话呢可以披上羊绒围巾 温度风度都拿捏得死死的 这件灰色长大衣来自于Club Monaco 是一件比较紧身正式的大衣 整体用蓝色和白色搭配这个大衣 就像冬日里的蓝天白云 多么美好的画面 这套针织套装设计非常的巧妙 前面的继带设计完美挡住小肚子 只会凸显你曼妙的身材 配上这样的长裙 必须要用一件长大衣来正常 这样的帽子配上长大衣 下大雪也不怕 最近依然非常迷恋相遇紫色 冬天也不能总是黑白灰吧 把毛衣塞进裤腿裤里 满平直升腿 裤腿裤里呢 我偷偷藏了一双厚底靴 一般人可发现不了 泰迪大衣来自于Aresia 号称可以抵抗零下10度的天气 我很喜欢这件大衣 有一点点oversize风 非常的好搭配 奶白色和紫色的碰撞 就像一个好吃的冰激凌 让人无法抵抗 我可太喜欢把各种毛衣塞进裤子里穿了 不仅可以拉长比例 也不会显得太无聊 帽子材质和皮裤也很配 搭配了一双Prada乐福鞋 怕冷的小仙女呢 可以穿一双黑色长袜 也会很好看 这件短泰迪外套和我家泰迪狗狗一个颜色 每次带他出去都忍不住和他一起穿母子装 泰迪外套就是一个很棒的存在 百搭 时穿 又时髦 疫情期间我最爱的运动街头风来了 鹅黄色的卫衣配上工装裤 不会显得邋遢 还很有自己的风格 去逛个超市 遛个狗都很合适 怕冷的小仙女可以自行在卫衣里面架上打底 多加几件都没事 可能很多人的衣橱里都没有什么亮色系的大衣吧 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不同颜色的大衣 秒变冬季最亮的在 我搭配的原则呢 就是尽量利用同色系 如果大衣颜色很跳了 整体就不要太多的颜色和重点 不然呢 会让人有一点目不暇接的感觉 Less is more 就是王道 好了 结束刚刚明亮的黄色 来到今年冬天最流行的燕麦色 不得不承认啊 暖暖的燕麦色就是会让人感觉很温暖 包包的颜色和毛衣上的蓝呼应的刚刚好 买白色长靴也给整身穿搭增加了一丝趣味 这件大衣有点人间富贵化的意思哈 不过轻松的摆型中和了胸前毛毛的这种贵妇感 那冬天有这样的毛毛的衣服啊 还是可以给人很大的温度安全感的 OK 朋友们 你们的酷女孩又上线了 认真健身就是为了穿这样的紧身短上衣啊 开二的链条包呢 就像是衣服本身的装饰一样完美融合 这是一件正反两穿的短棉服 里面全是绒绒的材质 穿起来贼舒服 这件衣服啊 oversize到可以感觉把整个人搏起来绕两圈了 我平时只穿过这一面 露出一点鲍纹的设计呢 就是这件衣服最大的亮点 不过呀 为了掩饰这件衣服真的可以两面穿 我第一次尝试把鲍纹这面穿出来 好像也还行 你们觉得呢 身处在一直封城的多伦多 太久没有去过市中间的高级餐厅了 这一身呢 就很适合出去约会 黑色丝制衬衫 配上阔腿裤 简直又洒又美 黑金是整体的主调 高级又有气质 因为里面穿的比较单薄 大衣呢 就选择了一件厚实的绑皮草外套 别看这件Szara的 质感相当的好 很软糯也很暖和 和里面的一身绝配 天哪 我可太想去吃一顿好的了 最后一趟我也很喜欢 经典衬衫 搭配毛衣背心的组合 不过选对衬衫和毛衣背心的花纹很重要啊 不然真的会像老干部 依旧是阔腿裤搭配厚底靴 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呀 也太显瘦显高了吧 大家都穿起来啊 压轴出厂的大衣呢 就是这件来自TB的紫色外套 你们看穿起来也不像茄子吧 所以不用担心颜色太亮 只要遵守之前说的同色系原则 就会给你的东西穿搭带来更多的可能 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爱你们